下一位我们请林一华委员 好麻烦我们请詹主委 詹主委 主委 你今天要写一下苏院长 因为被苏院长一骂之后 似乎NCC这两年多来 本来大家认为是东厂这样一个角色 一下子消失了 马上变成非常的独立 其实我们都知道 其实这两年多来 民进党职任之下的NCC 记录非常多 有关于去干涉到 媒体的言论自由 以及我们不公正 标准不一的状况 实有所见 所以我才说今天要谢谢苏院长 这样子一说这似乎 让NCC撇除了东厂的疑虑 我们就来看看NCC这几年的状况 包括最近的 热令中广音乐网 保导网的停播收回两个频率 请问一下这个案子现在的状态是怎么样 目前在法律上你们是输的 在上述中嘛 是输的嘛 看到是这样子啊 再来我要看到是 包括在去年 11月24号选举之前 我们可以邀 9家电视台高层来喝咖啡 要他们要自律 然后呢要不然可能会有行政陈处 这某方已经是介入到 介入到媒体的相关的一些他们的运作 再来呢我们就看到你移送的 是中天跟TVBS 后来是经过善意提醒之后 我们立委提告之后 才增加移送三例跟年代 但我知道这个部分目前 但后来是没有处理 但是最后有处理的是什么 是三例跟中天嘛 就是有关于那个 就20万就罚下去了 说实在我们一般人 大家那边听来听去 真的是听不出来 但为什么只针对这两家开罚 而我们看到在选举期间 太多其他电视台 包括对于韩国医市长的抹黑 对于他什么赔税说啦 什么样的黑道啦 还有什么相关的一些问题 请问一下 一样有相关电视台 配合炒作状况之下 NCC有针对这些电视台 有什么样子的惩处吗 我们完全没有看到 谁就看到就完全的标准不一 委员是不是容我说明 首先针对中广的两个频道 中广的两个频道之所以 有收回的依据 他是依照这个二子菲伯政策的宗旨 我想这个政策的决定 在前界的委员会 其实就已经非常清楚 我们是从司法来看嘛 对 司法来看目前是撤销员处分啦 但今天这不是我重点 我重点是在说 请你们一定要公正 我觉得今天苏院长一骂之后 哇 你们刚才说 哎呦我们已经都约了 约了要来做说明了 我真的觉得啦 有关于假新闻的部分 本来假新闻也不是现在才有的嘛 我最常举例是 连陈静仁副总统在当时在辩论的时候 都可以拿假消息当作辩论的内容 说了之后他说抱歉我口误耶 他也没有承认他引用错误 所以过去就这样状况 大家也都是透过不断的澄清 不断的说明 让外界能够了解状况啊 还有包括那前一阵子一样 再讲九二共识一九九二年 这共识这个大家都知道 倒背如流所有的文字 结果呢 因为民进党可以说把一国两 把九二共识等同一国两制 这不是也是假消息吗 请问一下你们有做任何处理 也没有嘛 所以我在这边是拜托各位啦 稍微再说明一下好不好 针对中广的案子 我还是要讲 针对中广的案子 我们针对收回两网 以及后来的这个 我们所有的法律上都是 影视中广的部分在书院 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所以收回两网的政策 跟当初的决定 目前为止 在法律上是没有异议的 那您提到的可能是当年的这个换造 换造处分附的一些条件 那个是另外的诉讼 另外的诉讼 那当然我们跟中广还有其他诉讼 包括简直分割 但是我要回来 是要问的 我坚持提醒 NCC若要撇除东厂疑律 不是靠苏恩昌的一句话 而是真正做到公正 我跟委员报告 我要的只是提醒这样 我今天要问的最主要的主题是 您这边提到我还是要说明 因为这个东西涉及到NCC的定位 这是我的时间 不是你的时间 不好意思 我要问的是 数位汇流 现在的产业 非常的蓬勃发展 OTT 我们的影音串联平台 是现在数位汇流时代 必会产生的一个新形态 网路服务 你知道现在有关于 OTT 我们从2016年进到OT元年 2017年进入战国时代 到现在为止 您就有一个媒体倒查 台湾有多少民众 已经使用OTT的影音服务了吗 具体的数字我没有看到 但是因为 这个相关的产业 事实上是很蓬勃 很蓬勃啊 所以是 有一个媒体说 有77%的民众 不管我今天是 0.5小时到2.5小时嘛 所以今天要谈的是 有关于这个部分 但是我们现在对于 有关于大陆的部分 我觉得还是抱持着 所谓的恐共啊 或是反中 我觉得重点是 到底有没有把这个事情 当做一个产业 因为我们要面对的 不是只是中共 相关的包括 我们看到的有 有 像包括之前的爱奇艺 对不对 包括现在的腾讯视频 优酷芒果TV等等 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 到底我们面对这样子 一个世界上的潮流 我觉得我们必须 要以科技发展的角度来看 而不是用意识形态来看 其实这个部分 是我比较关心的部分 就是我们现在还用意识形态 在面对科技发展 但是现在其实这个问题 包括YouTube好了 其实YouTube上面 请问有没有大陆的影音 有没有 也有嘛 所以今天去献那些东西 一点意义都没有 像你说YouTube上面也都有嘛 所以今天 好 像以这部分 我们如果无法管制 我就不知道说 怎么样子能够 比较是开放的一个形态 包括说 对于我们自己 因为你不让他来认设公司 之后 变成我们消费者政府 跟业主 我觉得都是三叔啦 因为管不到 你收不到税 民众当有消费争议的时候 我们也没办法协助 所以我认为说 其实应该还是要纳入管理 才是正道 另外 所以法令松绑很重要 再来还有 有关于我们现在 在本土业者部分 也是一样 当你本土业者限制这么多 但对境外部分 是不管你的状态 事实上本土业者 是没有办法跟他们竞争的啊 所以变成我们 有线电视用户 大减的13万户耶 年产值流失8亿元 都流失到OTT的 我们的收拾户去了 所以这个部分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请我们NCC啊 不要每天都是在讲假消息而已啦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大 对国家来发展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相关法令要不要松绑 我们要如何来做管理 我觉得这件事情 比什么都重要 我希望NCC能够 很快的在这个部分 而不是把它推给路委会 推给文化部 或推给行政院高层 NCC有你应该要做的专业 有没有问题 跟委员报告 这里面牵涉到 不同平台之间的联动 那有线电视如何 让他在跨平台之间 还是要提升他的竞争力 另外OTT的部分 怎么样用light touch 就是说国际发展趋势的方式来做 那比如说 如果国际的OTT来 他是不是应该要有 一定比例的支持节目 唱欧盟这样子 这个我们本来就都有 这要推动 所以这里面 而且我们跟文化部 都有成立一个 跟OTT相关的协会的 这个产业的平台 这个陆续支持 那会是一些法令上都没有 法令上你要全 OTT本来就不是 以发造的方式来规管 这个在全世界都是 大部分的国家都一样 对 那我们会希望更多做一步 也就是说你如果OTT来的时候 你还是需要有本土的节目 那这个怎么样一个incentive 让他的这个percentage 可以在这里可以有自制的节目 反正我认为这个部分如果可以的话 要不然就把你们目前再来作为 我把相关的资料提供给委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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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下一位我们请李燕秀委员 请詹主委 赞主委 委员好 主委你辛苦了 三年前您刚上任的时候 我第一次跟你做直询 今天是我的第二次 主委你上任多久了 应该是两年多 两年多不到三年的时间 不到三年到7月30号三年 到三年 您是哪一位院长任命的 当时是林权前院长 但是提名的process是 由当时的行政院提出去 好我知道 我们现在NCC所有的委员 都是这一届民进党政府上任之后 聘任的对不对 原来我们当时是有两位是原来 因为我们是overlap交叉子 那现在那两位委员也是两年满了 所以我们现在还有另外两位新的委员 在去年8月1号 对 好 主委 我特别关注到 所以现在几乎 所有的委员虽然有overlap的 但是几乎我想你们NCC的运作 应该是大家都有一定的共识 也有一定的程序 你们现在对于新闻媒体 相关业者的管理 有新的做法吗 还是跟过去都一样 是这样 目前为止在广电相关的法规 当然它这个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媒体是第四权 所以它这个法规都在 可是程序上 可以把它如何更有效能 让原来 是 主委你讲这些 我都非常非常的认同 我刚刚为什么一开始 我就先说 这是我第二次来交通委员会 质询你 因为当时民进党政府上任的时候 我质询的重点是 你如何维持 你虽然是民进党政府聘任的 经过行政院聘任之后 这个同意的 那你如何维持你的中立 你的独立机关的中立 当时你也回应的很好 我想虽然有达询的过程 你会觉得你当时 在野党又给你很多的为难吗 其实如何维持法律 你觉得我现在只问你说 当时您在 聘任的过程当中 包括来立法院备询 没有特别感受到为难 对没有分在野党执政党 对不对 所以我们都是针对 你未来人如何去维持独立性 那时候来跟你做达询 对不对 你应该印象非常深刻 但是这几天无论是民进党的委员也好 我看到苏院长的说法也好 说 有人说你只想当官 有人说你应该之所进退 你对于这整件事情 这几天媒体不管是谁的说法 你心里的感受如何 跟委员报告 有关这个部分我想 最好的检验应该就是说 我们有没有在法律的基础上 来做我们该做的事 你觉得你有没有 我认为 我自己个人认为说 如何能够让法律发挥 它最大的效能 这个是我们可以往前去 那你觉得你有没有按照过去 你们的行政程序 或者你觉得应该更有效 你觉得你有没有做到 应该做的工作 你有没有快对当时聘任你 做主委 整个民进党政府 你觉得你有没有快对这份工作 我认为我们其实都是在依法 在更有效的情境之下 继续不断的努力 好主委谢谢你的回应 NCC是不是独立器官 我们是独立行使职权 但是有一些相关的工作 可能还是会有行政的协力 可是个案的审查 或者是这些 特别跟媒体有关的这个部分 我们一定有相关的法定的程序 依法是最好的一个 你觉得政治力应不应该介入 你现在NCC的管理 你有你的法规 依法管理 法律 对不对 那你觉得政治力 应不应该介入NCC的监察 我觉得NCC还是必须要 接受外界的 不管是行政消费者 或者是各方面 阅听的大众 主委我问你说 政治力应不应该介入 我想大家都依法来做 其实就没有问题了 那政治力应不应该介入 应该或不应该 如果从我们的组织法的 从你的专业角 你觉得独立机关 NCC 你觉得政治力应不应该介入 伸进去你NCC的手 告诉你哪些该财阀 哪些不该财阀 如果你做不到的话 甚至要要求撤照 无论如何 我们都会依法来执行 我们的权力 所以这个里面最好的 就是依法独立行事之力 那到目前为止 你有没有感受到压力 当刚才有人说 我看到媒体有几篇报道说 说你只想当官 说你应该之所进退 你觉得你有没有 受到政治力的压力 我想认识我的人 就知道我从来不把这个位置 当作是一个什么样的官 或什么 还是都一样的做事的方法 那你觉得有没有政治力 压力给你 或者是 你有没有受到 不公平的对待或指责 我相信大家都是希望 让台湾的媒体的产业更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我们就依法来做 更有效能的发挥 那你觉得这样说 你客观公平吗 留给大家攻断吧 对 所以整个行政院 对于现在媒体的监管 告诉你 有没有给你任何电话 或者是指挥你 应该要怎么做 这个部分倒是没有 完全没有 可是苏院长说了 说该管的都不管 也有人说你只想当官 所以行政院没有告诉你 应该怎么做吗 他们有没有 为什么会在媒体上这样讲 我想我可以理解 但是就是说我们怎么样 在我们法律的范围之内 能够往前去做 我们也有 我们应该要检讨的地方 比如说程序上 本来就是一个 因为我今天我的时间不多 NCC确实有一些业务 可以做得更好 但是现在民进党 把整个假消息的 散播都是把责任都放在你身上 说你们都不处理假消息 其实执政党面对假消息 其实他认为是假消息 其实执政党很多事情 他们不愿意面对 他把自己不想听到的声音 不想看到的事情 都说是假消息 要你们处理 还说要把这个 甚至有人说 要把独立机关改成首长制 你觉得在你的专业上 你觉得如果改成首长制合理吗 跟我们报告 其实就这样子的一个机关 他在全世界各国 本来也就有不同的状况 就是也有不同 比如说FCC 你不要跟我讲全世界状况 你就你个人专业认识 你刚当时来的时候 你觉得你告诉我说 我会坚守我法律的专业 放在法律上面 你觉得我们如果现在 以台湾的整个政治环境 你觉得放在 放改成首长制 你觉得我们NCC 以后有办法维持中立吗 我认为我个人的意见 在ICT的整合方面 确实是需要有行政协力 因为数位化是未来最重要的议题 但是在媒体的监力上面 要维持它的独立性 对吗 这一块是 这一块是我要听到的 它必须还是要维持它的独立性 主委 其实我有关注到 民进党提到的 有些委员提到的 包括行政院高层提到的 就是说你们怎么对于现在 媒体的诚情案件数 你们都没有做财阀 事实上 到目前为止 NCC的最主要功能 其实重点是辅导 你们不是借着 这个财阀来去赚钱 政府单位不是盈利单位 但是跟委员报告 我们没有辅导的功能 我们其实是想办法 用监理的手段去提交媒体的 修正 让他们更好 但是有时候 就是说民众也好 大家诚情的 不一定完全正确 因为很多东西大家看了 各自有各自的功端 但是我深信 你们的专业可以做更好的判断 但是 现在行政院的做法 执政党的做法 好像是看到NCC没有大力的财阀媒体 好像这就不是管理 对不对 现在有一种声音是这样子 你觉得正确吗 可是我也要跟委员报告 确实这一段时间以来 我们针对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的这个新闻频道 它有没有去落实它的这个相关规范 确实是有一些 值得 值得讨论的空间 因为包括学者专家也都认为 空间可以讨论更好 但是我的意思是 这里面需要有 营运 它是不是恰当的问题 所以这里面确实是有一些 应该要去处理的地方 但是我要提醒主委 现在民进党政府提到的是 你们没有做假消息的财阀 就是你们不够认真 但是我要提醒的是 不能透过NCC过度的财阀 甚至是你们 有人说喊甚至要用撤照的方式 让媒体产生寒蝉效应 怎么样在你们现在制度下去 做监理管理的更好 那套标准是 标准的一条线 而不是因为它是某些媒体 而你们财阀的标准就不一样 这是我想要强调的 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主委 就是说你们现在每一季 所做的财阀 就是说你们现在看到的东西 民众的陈情案件数 你们可能到下一季 才来去做处理 那个速度上确实可以去做调整 没有错 这是你刚才提到 一开始提到 这是这一块 但是如何不让NCC 变成某一些政党监管 变成某一些政党或执政党 监管的工具 这是非常重要的 程序上如同刚刚讲 如果委员也 当然很高兴委员也认同这个 但是我也要提醒一件事情 就是说 确实现在的申诉量跟财阀案 一定会越来越多 这个我必须要先 因为这个案件量 事实上是蛮大的 那就是你们如何去做管理 还有净速地去做反应 新闻都已经走了好 一段时间 你们到下一季 明年才来去做财阀 民众都没有感觉 人家也以为说 你们没有做事 事实上你们有做事 那如何在一个礼拜之后 上个礼拜处理的 有人曾经 你们下个礼拜 就可以净速地做一些回应 那大家都知道 你们有没有站在公正的立场 去处理吗 你们不是没有做事吗 但是要依法才是最主要的原则 不要忘记你NCC是独立机关 也要坚守你当时 来到这边 你坚称 你会坚守法律 那一条线标准 当时不管执政党或在野党 对你都是同一个标准 我们现在民进党政府 还某些委员 好像转了一个大弯 这是莫名其妙 这一点我们委员会也很 我们后委员会的机制 一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谢谢 谢谢主委 谢谢 我们下一位请 孔文吉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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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我们接下去请 陈雪森委员 谢谢主席 是不是请张主委 委员好 张主委辛苦了 谢谢 现在的气候 冷热交替 跟台湾海峽的风浪一样 冷热交替 风浪就很大 然后起雾 我们天气就不好 飞机不能飞 但是我看陆地也不平静 我们交通委员会 一向都有和谐 今天我看是炮火连天 我看了也很奇怪 不是有一句话 司法 行政不能干预司法 那请问 ACC ACC是独立的机关吗 依照通传组织法 是独立行使职权 其实我觉得 书院长跟你讲了什么话我是没听到 蔡总统动怒了吗 他们有讲什么话吗 我想首长都非常关心 媒体的公信力跟这个不实的争议讯息 影响到台湾民主制度的发展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多人都关心的 包括我自己也非常关心 不过我认为蔡总统不会讲这个话 书院长也不会讲这个话 也是假新闻可能 你可能道听途说的 我认为道听途说的 为什么他们这么高的位阶怎么会讲这个话 讲了以后他不知道 这样的一个讲话 如果影响了NCC独立行使职权的话 这有问题的 那或是因此说把你换掉了 或是干什么 调整里面委员的职务 这有问题的 你们的任命不是 我们本党投票给你的 是 是执政党提名的吧 是执政党投票的嘛 刚才我还问我们李委员 我没投票啊 是他们有投票啊 对不对 那今天反过来的话 我今天讲一些事 非安委员会 飞机掉下去了 找黑盒子 要一年多才能解读的 判读的出来 我们交通委员会这边 说Uber Uber乱来 罚了几千万 罚了几百万 罚了十几亿啊 收了多少钱 收了一百多万 然后再查查查查查 查下去 哦 十几亿追不到了 在哪里 公司在美国 公司在美国 所以我想我们 台湾的公务员 我们的行政焦虑真的是有点状况 我跟你讲是这个 那至于某一家媒体啊 或是谁谁谁罚了二十万二十万 今天难道第一次查查查查查查 dragon هو门门没有这回事吧 或者我们讲了一句假话 就要拉bar枪毙了 一定因为要杀死 要杀死的很难看 不是这样嘛对不对 你可能 我们小朋友 你看 作弊 可能先记过一次嘛 或是干什么 对不对 台湾的假新闻 不是今天开始的 台湾的假新闻 很早就开始了 在我们台湾的社会里面 我告诉你们 日本人的后裔就有几百万啦 大陆搬来的也有一两百万 两三百万嘛 被赶到山上那些原住民 也是有不少人嘛 是不是 我们姓陈的跟姓陈的都要吵架了 不要说这么大一个国家嘛 是不是 台湾有假新闻 我们马祖也有假的俄语啊 说我去偷酒 我当县长他们说我偷酒啊 神经病我去偷什么酒啊 但是大家老板认定 这个县长有偷酒啊 我自己搞会计审计的 我有会计审计的证照 我会去偷吗 所以就是说你进了厨房 就不要怕热对不对 我跟委员报告 所以其实重点不在于真或假 因为现在真跟假已经都混在一起 重点在于说今天新闻频道 广电的新闻频道 他必须要附有相关的这个第四权的 有他的权利 当然他有他的义务 他的义务就是说他自己的自律规范 他有没有遵守 那没有遵守的情况之下 甚至失能了或失灵了 还有其他相关个案的处分 这个东西本来行政监理就 NC就必须要做这个事情 但是我觉得你不是说 不是说不能去处分 可以去处分的 当然假信我们要处分啊 能够杜绝 杜绝吗 那第一家绝对不是啊 你到台湾的老百姓来讲的话 哪几台是蓝的 哪几台是绿的 大家清清楚楚嘛 中什么那个 没人看的电视频道 我老是跟你讲了 到后面信韩的那个跑出来以后啊 最近韩国 韩国那边那个风潮啊 韩剧啊什么一堆嘛 对不对 大家就看那一台 他年终奖金听说 发的比其他电视台都高了很多 就这么回事嘛 所以我很少去管这个蓝玉的事 这就是要跟委员报告 我管了什么 新闻的节目 包括政论 自播跟这个评论 他必须要有他的 他的这个社会的责任 还有他伦理规范的遵守 这个跟一般商业用来赚钱 这是不能相同的 其实我不关心这个事啦 我一直关心的是 晚上回去我要看电视啦 你老是什么神鬼传奇啊 七月份放什么鬼 鬼片子 全部长片 全部都跟鬼有关系了 我们看到鬼都已经怕死了 你都是演鬼的那个 那个什么连续剧的长片什么的 我关心的是这个 那今天假新闻 司空见惯了嘛 这大惊小怪 我认为蔡总统也好 苏联兰也好 再责怪你那也是假新闻 我倒觉得什么呢 我倒觉得你身为NC的主委 对委员的质询 你今天有心生恐惧了没有 我请问你 我跟委员报告 会不会心生恐惧 然后对这两家电视台要重罚 然后把他这个关台 会不会这样子 我跟委员报告 第一个 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更有效的依法来行政 第二个 可是我也刚刚也要跟委员讲 确实后面会有不少财阀 因为这个案子就已经在那里了 因为近半年来那个案子就是不少 你20万嘛 40万嘛 然后100万 200万嘛 我们会依法来处理 还有可能不同的 不同的这个讨论 对我想先 我一直告诫你 你不听 那当然 处费越来越重嘛 那也不一定是这两家啊 我们委员会会考量 我看了很多假新闻 不只是这两家 每一台都有假新闻 我老实告诉你 每一台都有 那你们那里有没有情知啊 或者有没有去观看啊 去注意啊 每一台都有啊 你怎么只办了这两台 还有哎 我们案子 你没有的话我来提供意见给你 我刚刚讲后面那案子 其实有不同的电视台 但是我必须要说 就是说 会案子会比过往的案件量 对吧 你们独立行使职权嘛 你们有个委员会的一个系统嘛 对不对 这些委员又不是听你指挥 他是小狗啊 每个委员都有独立行使职权 跟法官一样啊 接连法院的法官 你能够能够告诉法官说 这个不要判刑 那个判十年 这个判枪壁 总统院长没有这个权利耶 是不是 他已经任命你了 而且是经过立法院大家投票 一票一票同意的哦 是这样哦 所以我觉得 你如果没有心生恐惧 你起码要理直气壮 你今天要谨守分计 你站在NCC独立行使职权的一个立场 你要去秉公的去处理 然后社会才会支持你 这是正义 你不要为了怕 你贪官 为了希望能够这个位置啊 能够保住 然后对哪一个开始动手 这是不对的哦 我跟委员报告 我们一定会 我刚刚但是我有讲 如何去强化我们现在既有程序的效能 跟发挥它提振媒体公信力的效用 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做的 我觉得你也不要气蕾 今天让很多委员 对你的 对NCC的一些 一些作为啊 不作为 那么提出很多的批评 但是批评可以哦 不是说你要受他们影响 不是这样哦 因为行政不能干预司法 还有我们行政也不能去干预 我们独立的一个机关的作业 这一点你应该了来于胸对不对 我们在行使职权上会本持这样 但是我要讲就是说 确实NCC是必须要来把这个媒体的公信力怎么样去提升 让大家能够相信这个相关的新闻频道的直播 你可以有一些立场 但是有没有 对就跟这些相关的这些官方我们去遵守 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必须大家都要来检查 是的当然你们有缺点 你们一定有缺点嘛 没有缺点的话怎么会有那么多人讲你呢 对不对 你们一定有你们缺点嘛 你们好好把它改进就好了嘛 这一点很重要好不好 剩下一点点时间我想请问你 早上我看你的业务报告 金门马祖 金门澎湖啊 那个数位电视化已经都完成了嘛 百分之百 马祖只有50点2 请NCC这边对我们马祖地区 这个数位电视 整个的态患在关注一下 好不好 加快脚步 好不好 我想就这个部分 就真的是比较有点从辅导的角度了 我们会来协助 是的 谢谢赞助委 谢谢NCC的同仁 好不好 你们不要气馁 好好加油 谢谢委员 谢谢 谢谢 好 下面请江启成委员发言 江启成 江启成不在 李俊逸委员发言 好 主席各位先进 马上请张主委 好 请张主委 主委好 主委好 辛苦了 讨论了一整天 其实今天主要的重点 以我从早上听到现在 一个部分是言论自由的部分 这个也是我们最基本的基本价值 没有错吧 那言论自由可能会碰到两个状况 第一个就是大法官4-509号所写的 就说如果他不是真实的 他没有办法证实他是真实的 他就不在言论自由的保障范围之内 是不是这样 那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有破坏公共利益 比如说我在坐满人的电影院里面 我不能忽然喊说是火啦是火啦 我说这个是我的言论自由 这个不行嘛 破坏公共利益嘛 其实今天讨论是这两点 那如果说不是正是他真实 或者是说破坏了公共利益 这个才是你们NCC扮演的角色 如何维持媒体的自律性 然后督促媒体要做到这件事情 这是你们NCC扮演的角色 我跟委员报告 我完全同意这一页PowerPoint秀出来的 不是毫无限制 我跟委员报告4-509的当事人其中一个案件 我是被告辩护人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在第一次的背询里面也都讲 国家安全跟这个媒体的自律 这个一定无论如何要调好公共利益 所以核心价值在这里 核心价值在这里 那我们要看的是 我们NCC有没有足够的政策工具 做到这件事情嘛 那到底有没有认真做嘛 是这样嘛 我们今天讨论其实这个重点而已嘛 好我们继续往下来 那事实上你在10月的 这个背询的时候也说过 如果商级言论自由 你宁可不做这个主委嘛 对不对 那个主委其实不是你考虑的重点 而是能不能在这个位置上 多做一点事情 我们继续往下来 这是苏贞昌那天提到你的问题 来我们继续往下来 我要问的一个问题是 NCC在第四季 就如同你刚刚所说的 在去年的第四季 有一个报告 你们总共接受了民众的检举 942件 而且是越来越多的趋向 那在这942件里面 包括内容不实 或是内容不公 占了绝大的比例 大概将近40% 防害工序量数的大概17% 那其他针定特定同道的 那我现在请教主委 你们的状况 你们的处理程序 今天你讲了好多次的处理程序 处理程序就是有人选举 那你们第一个就请媒体做说明 按照法律程序是这样 媒体做说明 然后呢 然后之后就要提他们自己的这个自律委员会 自律委员会来说明嘛 对不对 好 那经过自律委员会说明以后 那NCC处理 做什么样的动作 到这边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广告节目的咨询委员会 咨询委员会 算是我们NCC的 是我们其中一个委员 然后有外部的专家 然后之后再提到委员会做审议 我们来看这个问题来继续往下 所以这里有不实或是不公 那到底有没有自律 我们往下看 来 这个最近很出名嘛 又浓说我丢200万公斤 在中文水库 这个证实是假 对不对 现在证实是假 来我请教主委 这个送有没有人检举 这个部分不止有人检举 我们自己也有启动 我要再回来跟委员刚刚讲 没有没有 我们照程序来嘛 第一个就是有人检举嘛 那第二个就是你们请 这个相关的新闻台做说明嘛 然后第三个步骤就是 请相关的新闻台的内部的 所谓伦理委员会做说明嘛 没有错吧 对那这个就在上个礼拜 我请教你几个问题 除了这个幼稚的新闻以外 来下面 关西机长也是一个嘛 那这也有人检举嘛 对不对 那我问你一个新闻 也是在 这个民众检举的范围里面 他说 因为有含子 有秃子 有汗子 有燕子出去 所以天象大变 有这个图像出来 这个表示什么 这个天势迹象 这个表示什么什么什么 请问有没有人检举这件事情 有有这个案子 那NCC怎么处理 是不是请中天说明 对这个程序已经进行到上个礼拜的内容咨询文会已经有讨论了 没有错 那中天是不是有开伦理委员会 有 它的程序 好来 中天的伦理委员会说什么 因为现在内容咨询我会讨论过 我还没有看到他们的相关 就是你们的会议记录啦 我会议给你 中天伦理委员会说什么 说有关气象的问题 我们已经经过科学查证 那请问他说明的科学查证是什么 这他说归他说 我们当然要同办 我当然知道 这个是中天的伦理委员会说的嘛 他说经过科学的查证嘛 那科学查证是什么 他没讲嘛 对不对 他没讲嘛 那NCC受不受理 接不接受这样的理由 不知道嘛 对不对 那这里就是我要问主委的第一个问题 未来NCC针对这些 可不可以把你们的理由 把你们的说明 接不接受这样的解释 把它标出来 而且公布在网上 可不可以 我们相关的这个处分 你们现在是没有啊 你们是最后处分 处分完了以后才有 那处分的理由是什么 那像这个中天伦理委员会的说明说 我们一座科学查证 然后另外一个来 我们来看 另外一个造神的部分 被招投诉 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只要是他伦理委员会揭露的 他都必须要公告 这个已经他自己要公告在他的网站上 我查不到内容 他公告他的网站 我们来查 我来问你这个问题 然后也有人提出检举 说中天新闻强烈的造神运动 造神运动 100%的新闻里面 有90%是韩国瑜 所以这是造神运动 然后中天的伦理委员会还不是中天 中天的伦理委员会说什么 查证有关造神运动 只有造一个神叫做赖神 那请问你这样的理由有没有办法接受 如果以NCC 不要说你们委员会好了 如果你也是NCC委员嘛 你是主委嘛 对不对 那请问你又有没有办法接受 我个人认为这个是在玩文字游戏 是啊 那所以呢 所以这样的理由 现在为什么人民会这么愤怒 说NCC都没有做事 因为你们透过中天新闻 叫他说明 说明完以后 交给他的伦理委员会做说明 然后请问主委 伦理委员会说明在几个礼拜内要完成 在我们通常就会给他两周内 因为他要开 两周可不可以要求他一周就完成 可不可以要求他三天就完成 这个不是法律规定吧 这是你们行政规则吧 我们程序上可以来看 NCC可不可以这样做 我们可以提出要求 提出要求 你们有没有提出要求 有没有提出要求 我只问这件事情 我们现在的做法其实 你们现在还是让他两个礼拜嘛 回来以后就这样嘛 那这样以后NCC的判断 最后的决定是什么 不知道 那不知道以后 全部的942件里面 你们只采发两件嘛 一个是东森的非洲竹温嘛 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 邱逸赢的所谓的 卖离开还是没离开 这里面这两件大概就占了将近三百多件 问题就在这里嘛 问题就在这里嘛 你们说 通常你们两个礼拜 那你们也可以要求他三天 那但是你们做了没有 你们做了没有 那如果说这些政策工具还不够 你们在这几年内 有没有提出修法 有关这个政策工具要增加 如果以我的了解 这个通通不是修法 这个通通是什么 通通是行政规则 这个直接落实 对吧 所以你们没有做 然后难怪大家觉得 你们没有效率嘛 我跟委员报告 应该是说 我们没有在每个阶段 到final的决定之前 每个阶段把它公告 应该这么说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今天咨询我要要求你 我对你没有个别特别的态度 我没有特别的态度 但是我要要求你 第一个 针对这种以后全部公开 包括中天新闻它怎么答复 中天伦理委员会怎么答复 让全国民众自己来公平验证 说这样的解释通不通 那第二个 必须加上NCC对这样的解读 那他能不能接受 说明清楚 全部公开透明 做得到做不到 我跟委员报告 这个没有法律吧 这个是行政规则吧 我们现在程序是这样 就是说 有这个检举 我们就会先请他到会来说明了 然后第二个 他的伦理一定要公告 主委 你的问题就在这里 我问你的问题很简单嘛 我现在要求全部公布 全部公布可不可以嘛 做得到做不到而已 伦理委员会的结论本来就要公告 对嘛 那所以包括这些东西 全部公布在网上 让每一个人来做社会公平 可以吧 好 那我只要求这个 这就是政策要求嘛 那政策要求 你主委做得到就做到嘛 就是如此而已嘛 这个可以公告 所以来 我时间也到了 主席也站起来 我今天强调一个重点 如果是在政策工具不足 你们早该提出法规 修正 或是需要立法院什么样的协助 如果不是政策不足 你们还继续放任 两三个礼拜以后回答 回答以后也不说明 然后这样就会造成社会大众误解 认为NCC没有具体做 没有积极的做 没有认真来处理 但是我要提醒一件事 假新闻真的会造成社会的毁害 假新闻会破坏台湾的言论自由 假新闻是我们一同样努力要禁止的 谢谢 谢谢 委员我再跟您补充一个东西 谢谢 我已经问完了 对 就包括资讯揭露的部分 未来还会有相关的系统 对 因为太阳快下山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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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仁你们用餐好不好 因为我看这样会到两点 你们用餐好不好 不要客气 大概今天打巡的官员 大概只有主委一位我看 你们就吃饭好不好 下面请陈曼丽委员发言 我们委员尽量节省时间好不好 谢谢 你们可以用餐了不要客气 谢谢委员 也欢迎我们没用餐的人赶快用餐 我想今天还是请NCC主委 好请主委 主委好 我想今天大家其实是都对 身对这个假新闻 非常的愤怒 就是说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其实很多的老百姓 他们也不知道是说这个 这个东西是假新闻 所以我在想是说 可能我们的罚则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说我们对于一些假新闻的罚则 我们的工具是什么 我跟委员报告 我们的相关的就是在地 我们的 魏光法的这个27条 还有53条 那我想大家比较感受 比较没有说 好像说今天有这个新闻出来 那为什么明天罚单就不开下去 就比较在这样的 那 我们曾经有罚过 用这两条 然后曾经有开罚过吗 有相关的案例 大概是多少件 在 就是说 从去年到今年 如果说是以近期 大家比较熟悉的案子的话 第一个就是那个东森 他有一个那个朱温的报道 因为他说他可以 你罚 你怎么处罚 我们就是依照相关的法规 就是20万的裁罚 然后另外有一件是这个 那个 去年选举的这个 最后的 好我想因为 现在就是说 这个事情刚开始 所以我认为刚开始的时候 都要重罚了 所以这样子的话 才能够让我们的 这个民众 他可能会知道说 这样子是不行的 因为呢 你如果没有裁罚的时候 也许就是说 大家都没有这个感觉 然后也不知道 这样子的做法是不行的 所以我想是说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希望能够重罚 就像那个非洲猪瘟这样子 就是说 刚开始我们都采重罚的时候呢 很多人就开始有很高的警觉 所以我拜托一下主委 那接下来呢 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这个案子现在的状况 就是说 上礼拜 因为我们的招委希望 能够再 再清洁一下时间 所以我想 罪语就不用再说了 我呢 今天还有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说 我们对于台语的 使用 我想请问一下 主委你会说台语吗 中华人 我会说台语 中华人 这样一回好 我们现在来说台语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说 台语 可能就是会话 但是这个台语很重要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台语的危机 甚至呢 也很多人会担心 现在会说台语的人越来越少 也很少有人能够用台语来书写 那所以呢 我们也看到了 台语的危机呢 大概30年后可能会灭亡 这会让很多人非常的害怕 那我们就是说我们也看到 我们对于这个 各类的 就是节目 或者是甚至像我们的公共的 政府单位 也常常会对于台语的这个使用的角色呢 剧情 他们都会有很多的歧视 比如说 我们那时候在2014年 我看到了经济部 他在宣传ECFA的时候呢 他也会讲到是说 这个引用了一些的这个电视 电视上面的剧情的角色呢 然后就说 那个一哥呢 或者说那个发嫂啊 他讲台语的 台语人啦 等于台语人 他们就是非常的非常的 不入流这样子 要让一个刻板印象就对了 是刻板印象非常严重 甚至我们也看到那个 台北市在办世大运的时候 2017年 他在办世大运的时候呢 他在做演习 结果演习的时候呢 那个坏人也是说台语 其他的人都不是说台语哦 所以我们就在想说 好像台语就是会让人家 他觉得是说非常的 说台语是一件不是很高尚的事情哦 所以我们就在想说 NCC有没有可能主动能够 协助我们把台语的文化 把它提升起来 那这个提升起来呢 我想就是说在去年哦 我们曾经 曾经就说 结合了很多的这个立法委员哦 然后大家都非常帮忙 有71位 立法院只有113位立法委员 其中有71位的委员连署哦 就是说我们要来做这个台语的公共电视台 那这个部分已经 后来就努力了 就是说我看到了两个非常好的成果 一个就是说 国家语言发展法在去年也通过了 然后呢在今年的预算呢 去年在省预算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 行政院也编了4亿的钱 在这个里面 所以大家都有来帮忙这个台语文化的振兴 可是呢我就会想到说 我们的NCC 有没有可能来帮忙一下我们台语哦 那我们当然是说 如果它是一个公共电视台的话呢 我们就很希望把这个公共电视的体系 让大家变成一个习惯 所以呢它这样子的一个频道呢 希望是尽量的能够连结在一起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了 公共电视台就是第13台大家都印象深刻 圆明台呢就第16台 大家也都印象深刻 客家台呢是第17台 大家也会印象深刻 那我们就在想说 有没有可能让我们的台语台 它就是进入到第14台 就是说让这些东西它其实是连在一起 那当你民众消费者 或者我们这个国人 他有这一方面的一个喜好的时候 或他要知道的时候 他要寻找的时候 他能够很快的就能够寻找到 他的台语台 所以我想说在这个部分 既然它已经是公共电视台的系列 而且也是国家发展的目标和政策方向 有没有可能把它 就直接落脚带第14台呢 我给委员报告 有关这个部分 NCC很关心的 所以就是说当初这个台语的频道 我常要做台语频道的时候 就是在那个华士原来的频道 它去变更云计划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不要跟华士在 公事公事说错了 公事 公事二台变更云计划 现在委员关心不是说 已经有这个而且经费变列了 要开始播映了 要放在哪里 有关这个部分我跟委员报告 我们会朝这个方向来 因为这个部分我们会跟 有线电视系统来看 因为14台本身它是一个禁用的频道 本来就可以有一些要求或者是洽谈 那它既有如果说 有的系统有空白的频道 那看怎么样来调整 对我希望台语频道 它最好是跟我们现在的公共化的一些频道 我们会朝这个方向 尽量的接近 不要把它弄很圆 然后呢 大家就是说都找不到 然后藏在什么地方 大家搞不清楚 所以我想说 这部分拜托一下主委 尽量帮我们珍惜在第14台 我们的老三天来协调 好 拜托拜托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陈曼丽委员 下面请邱志伟委员发言 邱志伟委员想念我啊 最近常常来交通 不是因为想念你 是有很严肃的议题要讨论 是是是 所以等一下 你要多给我几分钟 多给我几分钟 好 谢谢我们这个 张伟 请张主委 好 张主委 好 张主委 主委 这个三年前 对你的任命啊 本席投下同意权啊 你到今天深感后悔 投下同意权啊 对啊 因为有投他同意权啊 同意 但是经过三年来 看到你的表现 只能摇头 只能失望 不然后悔 我对你的这个同意权 投下赞成票 政府 政府的存在啊 是要解决问题 你如果能够解决问题 就会产生更大的问题 更大的问题 你再不去处理 就变成国家的乱源 政府官 你当然 消极面 你要去解决你主管 单位 所负责业务的问题之外 你要建立好的环境 在你主管业务上面 你要心力 除弊 所以我们觉得 过去三年来 NCC是一个独立机关 结果立法院 我们立法委员 投下同一权 让你任命 独立心思权 对你期待很高 希望你好好做事 把这个媒体环境 塑造成一个优质 把媒体环境 所遇到一些困动问题 能够加以解决 但是我们看到 NCC 是National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 现在很多人说 是Nobody Care Commission 没有人的关系什么是Commission 你说 他一个独立机关 他不要往是一个独立机关 他是与世独立的 不知道说 世间发生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都从我们 没有什么关系 大家可以自己策顺 自己亲口 你说这个部分 我们在法律办公室之内 我们会好好加以处理 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去研究 这个部分 诚意上我们还有经历讨论空间 这个问题 我们回去跟同仁再继续讨论 我们会给委员一些答复 我可以帮你回答 所有委员的问题 你大概都是用几句 所以 对你有没有办法 去做好这个工作 一方面三年前 我们是可以期许 三年来 我们觉得到目前为止 是一个失望 为什么今天 交通委员会罕见的 中午没有休息 开到下午 交通部那么大业务 也不会开到那么下午 对你是 有很多很多的疑惑 对你的表现 我们有很多很多不满 当然我们是爱之声 则是谢 你是政务官 是我们投票 投意你任命 没有做好 你没有做好 我们有负担 相对的责任 因为我们盖了同意权 NCC组织法第六条 什么规定 你任期四年 由院长提名 经历房间同意后 任命之 第六条 如果有下列三种情形 我想今天早上很多委员都提到过 违法 废辞职 或其他失职行为 这几天 苏院长怎么说 好像你们都没有在管任何事情 也没有在做任何事情 苏院长怎么说 来看一下 你的长官 行政院长 痛批NCC 谁都管他不到 他也都没做什么事情 照我认为 院长会那么重用 那么重的语气来说 这个 是不是构成 第六条 就是说没有废辞职 大概也是失职行为 如果我是零 我大概 我连夜我都会辞职 因为我的长官对我的表现 非常不满意 在立法院 当初同意论命你 行使的同学 论命你 但论的NCC所有人 这些立法委员 也都对你的表现不满意 当然四处必有应 如果你积极作为 如果你拿出你的魄力 我相信 我相信有些环境 会因为你的努力 而变得更好 有些问题 会因为你的团队 齐心努力 会获得解决 但是我们很难过的看到 是很多问题 依然存在 反而更加热化 媒体环境没有优势 反而让人家忧心 才会成为一个 重大的一个社会的一个问题 宇宙欣常跟主委 因为同意权 我也给你盖同意 那你觉得这一段时间 大家对你的舌难 是没有道理的吗 大家对你的要求 是没有道理的吗 当然是因为一失形态 还是因为什么 你还要去随便过说于你吗 我想我们在国会 我们比于行政立法互相尊重 我们就事论事 我们从不对人身 对行政部门 特别是部会首长 我们可以高度的尊重 我们不会进行人身的攻击 只是对他的工作表现 我们希望用最严格的监督 因为如果没有监督好 他就没有办法把事情做好 没有办法把事情做好 国家就会乱 我相信这个赵伟 我语重欣赏的陈述 你大概也同意 所以我希望 我今天 我也不希望你答复 我是反映出 很多我的同事的心声 你的答复 我从早上第一个资讯委员 到现在我都有听 我希望你回去好好思考一下 你在这个位置 在未来能够扮演什么角色 能不能解决问题 能不能使这个环境加以改善 好好去面对自己的问题 不要看这个位置 看你能不能对国家做更多的事情 谢谢 好 谢谢邱志伟委员 下面请苏晓慧委员 好 谢主席 请主委 好 请张主委 委员好 主委好 主委我想从早上到现在 大家都在讨论 现在台湾最重视的假消息的部分 那所以我依然是就这个假消息的部分 向我们这个NCC主委来就请教 主委 本席查阅了这个NCC这几年的传播监理报告 想先请问主委 去年民众向NCC申诉的案件当中 电视 电视申诉中 哪一种种类被申诉的最多 电数最多 我请那个 不用了 我告诉你 基本上去年一共有2317件的电视申诉案件 其中已申诉电视报导内容最多 坦白讲我连主委连这个这么简单的说 电视新闻被投诉最多连这句话都讲不出来 我有点吃惊哦 那电视新闻在2000多件里面占了几件 占了911件 大概是总数39% 那其中最不满意的是 对这个新闻有什么样的不满 各位知道吗 投诉了电视新闻 那对电视新闻的不满是在哪里 就是不公不实 不实嘛 好 民众的看法是这样 NCC的看法我们先不问 但民众就是因为他觉得这个报导不实 所以他投诉 好啦 那我们现在看 这么多的案件 其实根据问心广播电视法 不管27 48 53 其实有规定 有这四项状况的时候 违反法律 妨害儿童身心发展 公共秩序等等 还有直播新闻违反事实查证 而损害公共利益 NCC其实都可以管 那我想请问 主委 在去年的910一件当中 930一件当中 请问你们开罚才罚了几件 有关于事实查证的部分 你就告诉我开罚了几件 事实查证的部分是两件 两件 好 去年900多件里面 两件被罚 那四年来是多少件 四年来也是只开罚两件 我甚至帮你统计 在过去几年当中 民众申诉新闻的部分 一共是1822件 这是从2015年到2018年 那一共被裁罚多少 一共就这么两件 那我就想请问了 请问 是我们台湾的民众水准都很低吗 我们都是一些乱投诉 乱打电话 乱抗议的人吗 那不然为什么民众的认知 和主委的认知 差距这么大 差距这么大 主委 说说看嘛 这里面比较是属于这个 详细的这个内容 可能我们再来看这个到底 你从今天早上对各位委员的回复 要么就是我们再查证 我们再看看 要不然就是说 媒体自律 这是言论自由 属于媒体自律 那主委 我现在也可以跟你说啊 我现在查到的数字就是这样 其实你也不用查证了 因为 我今天赶在国会电脑上面 举出这个数字 我一定都是有查证过的啊 如果我没有查证的 如果这个质量出来跟我不要 哈 我也是口误啦 你不用辩解啦 对啊 反正就是这样 我认定的就是这样 这是我的言论自由啊 不是吗 如果按照你今天早上回答 所有委员的题目的话 所有委员的质询 那就是这个逻辑 我讲这样就是这样啊 这就是我的言论自由啊 这就是媒体自律啊 顶多国会自律啊 我告诉你 我查证的状况就是如此 而且是根据贵会的统计资料 所以哦 主委 你告诉我嘛 哪一条规定告诉我说 NCC对于不实的新闻 是不可以管 不可以罚 有吗 我跟我委员报告 刚刚谈到的那个东西 我从早上到现在 不是以自律或者是新闻自由 作为一个可以不要去 那如果没有数字上来看的话 为什么投诉这么多的案件里面 一共只有两件被开罚 到底是没有去查证 还是每一件都是乱报 它里面有一些那个案件的量 可能是同一个类型 大概就几百件 所以都是同样的 所以都是民众误会了 没有没有 我只是这样举例 然后再来就是说 这个相关的东西 相关的这个案件的话 我们就是透过相关的程序 好那这样好了 我相信去年一定有一件事情 受到很多人的投诉 就是所谓假新闻 害死外交官的这个事件 可能这个统一事件 投诉的案件非常多 那么我也想请问 主委 这个案件历经了十天 在各新闻台 及谈话性节目不断的播出 请问NCC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做了什么样的作为 有任何作为吗 跟委员报告 有哪一个电视新闻台受到处罚吗 有哪一个谈话性节目受到处罚吗 你告诉我嘛 有没有哪一个 这个案件就是已经走相关的程序 那我们会在委员会来做什么 你从早上的答复到现在就是这样 所以外交官的事件已经几个月了 那么现在很明显的 柚子事件又来了 那我请问你柚子事件 你打算怎么处理 委员这个我们现在正在情形中 正在程序上 应该是这样吧 那请问多久会有 多久会有结论 我跟委员报告 如果您一个一个这样问我 我当然只能说程序上会这样做 我不是告诉委员说我要罚多少 如果我今天跟你定调啦 我希望明天的媒体出来说 我们NCC的主委 詹主委 年薪破千万 但是是史上最不作为的NCC主委 你满意吗 你同意吗 年薪破千万 史上最不作为的NCC主委 怎么样 有要辩解吗 所以主委你年薪真的破千万 我本来是要说 主委你年薪破千万 想必你应该知道自己的收入吧 你一定会跳起来说 这不是真的 哇没想到主委度量这么好 让年薪破千万这件事情 可以就这样继续放送出去 那以后我们都知道 原来NCC主委的年薪是破千万的 我在举这个例子 本来是要告诉你说 人只有跟自己相关的时候 才能够感受到切身之痛 只有自己受到 这样不识消息的伤害的时候 不管是从外交官也好 不管是从你的农产品也好 不管是从电视台上面 任何报道 对你的评论也好 当自身受到伤害 一辈子洗不掉 Google出来永远在那里的时候 才会感觉到痛 才需要有政府来作为把关的机制 我很遗憾 我们的主委 对于这样的事物 其实速度进行是如此 非常遗憾 我跟委员报告 相关的事实查证我们会来做 但是有的时候我要讲一件事情 当他的这个陈述已经超越到 主席我的咨询结束了 我的咨询结束 根本没有人会相信这个事情 可以消音了 谢谢 谢谢 不过苏委员 我也受害十几二十年了 外面假新闻不停地也攻击我们了 政治人物有时候无可避免 你知道吗 进了厨房就不要怕 我这种家庭讲到我刚才没有人会好 OK 来 下面请徐毅仁委员发言 好 谢谢赵伟 主委你先喝一口水 再上来没关系 要不要探索气 喝一口水喝一口水 不要气壘加油了 主委委员 我们应该要做该做的事情 好 主委好 好主委好 当然这个假新闻假消息的事情我想全民都很关注 那我也刚刚在下面听了好几个委员的咨询 那 立法院 因为你是立法院任命嘛 有行政院长提名 那昨天苏院长也说 他管不到你 然后执政党立委今天早上我看轮方的炮轰 说你无能 说你混 然后对你失望 然后说你没有在做事 我想 想让你讲一些话 那我想问说 你自己真的做错了吗 然后你可不可以 讲一下你自己 对自己做的事情的一些 评价 为什么大家对这件事情 对NCC 或对于整个 张庭毅主委有这么大的一个负面 有哪些事情你可以做得更好 或是你觉得你真的做错了 我跟委员报告 就是说 如果我们把这个范围 把它缩小到这个 所谓的不死争议讯息这一块好了 那就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当然有他既有的限制 也有他可以静静的地方 我应该这么说 那既有的限制指的是什么 就是说 大部分的人可能认为说 今天有这个 有争议的东西出来 明天就必须要有这个处分看见 那这个东西是客观上 我们制度的设计 它就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 你说今天这个东西有一些 要求为什么这个当然就 没有办法去 那是一部分嘛 我们就是说 不可能今天处理明天就有结果嘛 那但是因为现在民怨非常的高 然后他们对你也有一些意见 那执政党立委要求你要下台 那这个你有什么看法 就是你自己家人都不听你 我应该这么说 就是说 我们会尽力 因为我跟我们委员会 其实在这个部分 我们一定会在法令的基础上面 尽量 有什么地方是你困难做的 可不可以借这个机会跟 这国会里面跟大家说一下说 为什么这个事情 以NCC这样的一个平台来说 你处理上面有哪些部分是困难的 应该 我们应该是这么说 就是说就个案的处分 确实是现在比较多的 已经不在这个个案 它是整个自律的机制的问题 所以它需要有一些 所以第一个自律要改嘛 有可能你更要强力的去介入 在自律的这个执行上面 那再来的话通报的机制 我想这部分你们内部 需要有一套检讨的SOP 那另外是 因为刚刚有些委员讲的是 有比较 是在人身上面的一个批评 那我是想问说 你对得起这份工作吗 我绝对全力以赴 我到目前为止我从来都 你没有迟迟的打算 到目前为止 我会把我的工作权利去做好 因为当初我答应的时候 我就会这样子做 那如果上面要你辞职呢 如果苏院长今天说 你不行了 我们还是会按照 我们原来的法律的工作 依法赋予的职权来 但是他如果要你下来 你就非得下来嘛 对不对 基本上是这样子 对啊 那好 那我问一下 内政部长啊 徐国勇在我们内政委员会说 要求NCC要开罚平台业者 这部分你的态度是什么 因为他说现在有很多网路平台业者 因为为了要点赞的点阅率 他冲高这个点阅率 所以这部分你的态度是什么 你觉得就是对甲新闻的采法 应该可以开罚平台业者吗 这个部分他可能会牵涉到 使用的法令到底是什么 那现在就是说针对广告 尤其是选举期间的广告 怎么样去揭露 我们在那个公职人员选拔法里头 有入法的话 到时候就会有法律的依据 那因为那天许国勇部长是说 要求你去研议 要开罚平台业者 这样的相关的法则 这部分你同意吗 我记得公职人员选拔法 已经有这个相关的入法 那至于说是不是有法则 我不是很确定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有相关的法律依据再来看 那针对假新闻或假消息的判定 你觉得谁有权利判定 什么是假消息 如果是真或假的话 我个人是认为说 法院才有最后的决定权 法院才有最后决定权 那当然因为资讯科技的关系 这个资讯的流通很快 所以其实各国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所以法国跟德国都有案例 我可不可以这样说 以NCC管理平台的方式 你是不赞同开罚平台业者 但是平台它有相关的责任 平台有责任 那是不是要找开罚 你这个部分保留 如果以法国的案例来说 它是在这个反资讯操弄法里头 然后它是还是必须要法院 但是法院要缩短期间 有点像紧急处分 大概24小时 另外是关于要删除这个 通保法的法源依据依法 跟这个公众生命 身体材料有决定权机构 可以调阅民众的通年记录版本 这部分你同意吗 跟委员报告 我们在交通委员会审查通过的电信管理法的版本 是依照 我们当时的行政院的版本 是没有这个相关的规定 那当然有不同的委员 有不同的看法 它有一些其他的提案 所以现在那个案子是保留送协商 对 那所以你自己是同意这样的做法吗 因为如果说 我们支持我们原来行政院的版本 目前通年记录的范围 就通讯账户记录 而且 甚至于现在包裹到二读的版本里面 扩大到电信网路的发送方 接送方的电信号码 通信时间 使用长度 位置等记录 那这个部分 是不是到了全民监控的一个 政府监控全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跟委员报告 这分两个层次 一个是它的通年记录的范围 那因为现在数据的传说 本来就会包括这个方面 重点是在于说 它调取的时候 有没有符合法律的要件 所以我想 我们前面 那最后还是得要检掉单位 或法院司法机构去裁定 那有符合法律的授权 才有办法做这事 但是前面把这个相关的记录 去做一个范围的重新去调整 这个是因应数据的传输 主委我现在只放一个 简单十秒的影片给你看 你看哦 这鱼缸里面的金鱼 我们现在立的这个法 其实某种程度 就像金鱼里面一样 我们人在外面看 就像我们大家都鱼缸里面的金鱼 然后接下来5G跟AI的时代 我们越害怕的事情越容易发生 法永远都只是一个工具 但是它不是全部 那这件事情的思考面 我希望主委你可以坚持一些你自己的价值 虽然我知道在网路平台 还有社群媒体泛滥的今天 你这个位置不好做 但是我觉得历史会给你一些评价 就像别人说的 你有没有做事 然后你是不是在混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那今天任何人在跟你一样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会做得比你好吗 你只要问说 你在这件事情上 你已经尽了你所有的能力 那很多事情就像你说的 如果一百多件两百多件通报都是同一件事情的话 那你该怎么处理 那你应该要有一个 我想大家愤怒的是说 可能不知道你们处理的方法是什么 那我觉得如果把这些东西透明化 然后让大家知道说通报的机制 什么什么 这些怎么做的话 我相信人民还是最后会给你一个公平的一个评价 谢谢委员 我想这些相关的流程 这些东西当然就是让他更为外界的 比如说刚刚那个伦理委员会的 他就一定要公告到网站 只是并没有特别告诉大家说 什么地方有这个网址 那我想资讯揭露的部分 我们再把它更强化 好 那最后一个问你一个问题 你觉得自己有在做事吗 我们一直 全力在做 全力以赴 好加油好不好 谢谢委员 好 谢谢徐仁委员 徐仁委 他们这个主委委员 这不是谁叫谁辞职就辞职的 我问他嘛 对啊 好下面请蔡逸余委员发言 蔡逸余委员不在 请颜宽衡委员发言 主席各位列席官员大家好 主席我想请我们NCC主委 张主委 好请张主委 谢谢 委员好 主委好 主委在去年的 这个限制 就是九合一选举 那执政港 大败 那马上就有 这个 三位首长被认为是头号战犯 无法接地气 就是环保署 交通部 还有农委会 三位这个首长 下台记起 最后也造成了 我们赖清德前院长 这个内阁总辞 那这一次刚刚结束了 3月16号的这个立委 补选 那这样子的结果 对于在两个胜利选区所选出来的得票数 当然是 不能说 这个都 有赢有输 各自解读 但是像这样子的情况 是不是说我想 写完之后 我们的总统跟我们的葛葵 马上 提出原意的谴责 对NCC 所以我认为说 是不是要找人记起 我认为说目标指向NCC 就是指向我们 参主委你 你会不会担心 主委 我跟委员报告 就是说 我们依照相关的法规 来把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 这个是每天我们都必须要去 念之在之的 所以我大概只能做这样的说明 对当然我知道 你是这个 要中立 重立的机关 独立的机关 但是我想对于我们 苏院长 他直接表示说 NCC啊 这个 什么都不做 那什么也管不到 用这种上对下的口吻 这样子指责你 对不对 这样像话吗 他这样子恰当吗 在他的眼中 因为我们NCC的主委 我们的委员 都是由 这个行政院 说这个 这些 都是他们来提出的 所以他认为压根就不会想说你是中立机关 你就应该要听名于行政院 是不是这样子 我们从他讲话的口气啦 就可以直接去知道说院长的说话的口气就这样 跟委员报告 就是说我们其实在行使相关的职权是有法令的依据啦 那但是也不容会言就是说台湾整体的这个媒体的公信力怎么样去提升 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必须要来思考这个问题 那NCC当然更有这样的责任必须要依法来做相关的工作 那怎么提升啊 你刚刚有提到说媒体公信力要提升 那怎么提升有没有什么方法 跟委员报告 这里面就包括说 当这些案件量越来越多 我们个案的处分是不是要更有效 然后更及时 然后再来就是说更能够让这个媒体能够知道说 他对他的 本来应该要克尊的这个义务是不是产生偏差 另外还有 甚至整体性的他在营运上 有没有 有没有这个自律失灵或失能的状况 我觉得这个部分都必须要 我们都已经有在做相当的这个处理 对你刚刚提到说 现在现行的法 现行的制度上面 能不能更及时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 政府应该要思考的是说 如何能够更积极的 透过这个司法的方式 透过法律的方式 让这些所谓的假新闻或假消息 能够得到公正人士的一个进行审查 进行这样子的一个调查 而不是说由行政主管 行政院 我们的总统 各部位的首长 出来说什么 指责对方 指责电视台说 你这个是假消息 假新闻 让他出来指责 那这样子我们还要法院干什么 对不对 对不对 那如果说 我想要请教 如果事后知道了 这是假新闻 假消息的话 那 假设好 我现在提一个好了 当初在反X法的时候 我们有一位长官 他说 如果X法通过的话 这个 那如果坐着 假房找不开 那 男人作不开 那事后证明是怎么样 这是假消息 这是假新闻 當時也鬧了很長一段時間頭版 那真的話 我想請教嘛 一樣的對待 用一樣的態度 來了解他當初講的這些話 是不是假消息假新聞 我跟委員報告 真跟假 還有最後侵害到什麼樣的權利 當然那是司法的權限 如果權力受到損害的行政機關 或者是個人要積極主張權利 但是媒體有沒有尽到查證的責任 如果他有尽到查證責任 即便最後說他報錯了 那個可能都還有一些空間 可是如果說他根本就沒有進到查證責任 甚至這個消息從哪裡來的 是自己做出來的 或者說怎麼樣 他有沒有違反他自律規範 這個當然是行政監理是必須要做的 對 那我們來談到說 這個在選舉的時間 有提到這個所謂的 柚子 柚子的這個200萬噸的這個數量事件 我們大家都有看到新聞 在live直播的時候 有一位當地的民眾 接受訪問直接跳出來 而我們看到了就是候選人 還有包括這些相關的人等都在現場 那那個是現場直播 現場錄影 那不管是那個 一樣那個是陽性或者是沾性的果農 我不是太清楚 他直接講說說有200萬噸 之後又更正說200萬斤 那不曉得他這200萬噸跟200萬斤 從何而來 這我們先不提 只是說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我們大家看得很清楚 那當下是錄影存證的 是錄影存證 是由 譬如說今天參加這個聚會 這個抗議團體 那突然之間有一個人冒出來講這些話 好 那這個部分我要強調是這樣子 那另外就是說 當時當下候選人 他或許也有在 隔一段時間之後出來聲明 聲明了這個數量跟地點 確實有這種情況 但是數量不是由 剛剛那一位民眾所講的那樣子 好 這是另外一部分 所以我知道上個禮拜 我們已經有要求中天 這個到 我們這個NCC去說明 上禮拜 有去說明了是不是 那你對於他的說明 你有什麼看法 他提出的說明 各位委員報告 這個部分我們有發新聞稿說明 因為這樣的話 比較能夠讓大家知道 因為過去我們的這些程序 可能都沒有在每個階段去說明 那現在這樣 可是我要提醒委員 跟委員說明一下 剛剛您的那個陳述的過程 第一個 新聞的這個政論節目 他也在自律的規範裡頭 第二個 他不可以說 就是說如果說現場 有各個不同人的發言 如果他前面是有邀請的 或者臨時的 這個都 這個之後 如果他單純的就說 好 這個人都已經承認是他說錯 他之後有沒有做任何的改善 或者是更正 甚至道歉 這個都是到時候 要不要裁罰的判斷 所以我覺得 那個並不是說 你單純這樣說 然後是別人說的 不是你這個節目去處理的 那他後續的動作 他對這個東西做了什麼動作 如果他自己都承認說 這個東西是有資訊的錯誤 而他沒有做任何動作 這個到時候都是 裁罰的可能的 評斷的 這個參考的 這個要素之一 好 那接受主要再請教 像我們 我們蘇貞康 蘇院長 他直接 在對媒體直接表示說 NCC是獨立機關 用這種上對下的這種口吻 說你 什麼都不做 誰都管不到 那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他意有所指的就是說 他對 這已經曝露出 他對於這種獨立機關的 呃 漠視啊 跟一種他認為說 這不應該是這樣 還是屬於他關係啊 那我想要請教你就說 那我們有很多學者提出來 像這個 呃 我們的蘇恆教授 也是 我們的前 前NCC的主委 他認為說 我們獨立機關 這個應該是 不管是對於 什麼錯誤的新聞 或者是消息 媒體當然要 自己要自動的更正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NCC就要 主動的介入調查 那行使職權 但是 不應該是由政府機關 行政 這個行政長官 比如說 呃 行政院長或總統 直接在媒體上挑明了 指責你NCC 有沒有作為 或者是你作為 當與不當 好像說 做得跟他 跟這個總統 跟院長 呃 如果說 跟他們所認知 跟他們所知道的 不一樣的話 不相同的話 就是不對的 那等於說 你這個等於又是 剛剛今天還有委員啦 有說 你們已經撇開 這個東廠的 一個影子 但是我認為說 如果說這個部分 你沒有澄清 沒有說明的話 那我覺得 你還是會被人家 關上東廠的 這樣子的說法 我跟委員報告 我相信 呃 這個有劍報的一些言論 基本上 其實 是表達 對於這個整個媒體 公信力跟 整個環境的一個憂心啦 還有就是說期許 那當然我們在 依法如何去 行使我們職權的範圍之內 我們當然要 每天其實也都必須要檢討 如何讓這個更有效率 然後讓法律 目前為止所授權的這個 可以做的事情 要能夠極大化 同時發揮它的效能 這個我們本來就應該要 要來做這個事情 那至於說 呃 我們NCC主委是由行政院長 來 行政院 來提名的 那 經過立法院的表決 之後 行使同意權 那這樣子的情況 讓他 讓這些所有的院長 歷任的院長都認為說 NCC是他的下屬 他是可以指揮的 那這種錯誤的制度 如果說 我想要請教主委 你認為說這個制度值得 來修改 重新設計 有沒有更好的方法 呃 這個 其實我認為這個部分 如果大家都依法來 來 行使相關的職權的時候 其實是不會有相關的疑慮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 可以讓外界來公平 那但是就是說 是不是有獨立機關制度的設計 其實全世界各國它 也不盡然相同 也不盡然相同 所以 制度面的討論 要不要有 像美國FCC這樣的一個NCC的機關 我認為是可以討論的 因為 面對到數位化的時代 我自己在過去 在外界 還在民間的時候 我也一直都強調 ICT的整合 這個是已經刻不容緩 那至於說媒體的監力 它要不要在這個裡頭 有一個獨立屬性的屬 或者是次級的單位 這個東西都是可以討論的 那但是無論如何 法律規定的職權 我們就依法來 來強化它的效能 我覺得這個部分 是我們必須要做的 對還是依法行政好不好 我們就行使我們獨立機關的權責 好不好 不要受到 這個上級 也就是說不要受到總統或者是 行政院長 在媒體前的這些言論所影響 可以嗎 不過我想 你剛剛講的就是這樣子嘛 對不對 你不會受到其他的影響 對 可是外界關心的事情 我們也必須要去考量 這個是一定要的 尤其是如何提振媒體的公信力 對 好 謝謝 好 謝謝顏寬恆委員 繼續請周承秀霞委員發言 周承秀霞 周承秀霞不在 賴瑞隆委員發言 賴瑞隆委員不在 請林靜怡委員發言 好 謝謝主席 我們麻煩詹主委 好 詹主委 請 委員好 主委 我想今天到現在 你也很累了 因為大概多數的委員 都在針對台灣 包含假新聞假消息 氾濫的這個事情 在做一些討論 那我想你應該知道 前一段時間 3月4號的時候 日本NHK做了一個節目 來探討 關西機場事件 導致因為假新聞 然後後來的一整個浪潮 導致我們台灣 折損了一位優秀的外交官 那我們這件事情 台灣的假新聞 搞到日本 特別做了一個節目 來檢討 您身為台灣的 這個廣電主管的 這個委員會的主委 你怎麼覺得 這個問題 因為發生地也在日本 那當然這個部分 就是我們關心的 發生地不是在日本 假新聞發生地在台灣 對 對 就是說它那個接駁 這個是題外話 我要講的是說 這樣的一個事情 就讓我們必須要來檢討說 我們在相關的新聞媒體 在事實查證的過程當中 是不是有什麼應該 你現在是在檢討 你現在是在提醒媒體 還是在提醒民眾 你剛剛講的這個 我現在問的是 你是身為主管機關 對 那我們針對相關的個案裡面 就是說 依照相關的程序 我們現在在委員會裡面 已經要做相關的 決定的討論 對 就是這一兩個禮拜 這一兩個禮拜 人死了那麼久 連日本NHK節目都做完了 你們現在才要 那我請問一下 去年的9月17號 你們大聲地說 可以罰200萬 到現在 去年就這個事情 去年你們就提到說 廣電媒體要杜絕假新聞 如果說媒體沒有經過查證 你們要最高可以罰200萬 我這個Cue出來 藍底的這一段字 是你們自己的新聞稿講的 你們的發言人講的 去年9月17號你們說的 然後關係機場事件 半年後 三月日本都已經做完了節目了 你們現在還在開會 不是 我要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 我不曉得當初這個東西 這個當初是 這跟發言人說的 你若不然我可以找新聞給你 但是就是它是針對法律的 還是這個也是假新聞 不是不是 法律的適用 這個是法條的援引 當然是啊 對 對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們你們對外會說 可以啊我援引法條 我這樣講我非常了解 法條援引你們可以有一個罰的認舉 我並沒有叫你們說 一定要罰到什麼程度 而是你現在告訴我說 針對關係機場這個假新聞事件 你們現在還要開會 我要跟委員報告 他有一些相關的流程 那所謂 所以流程半年都走不完 不是不是 這個其實已經有在文化 主委如果這樣 那我如果是哪一天我是這個受害人 我屍骨未寒啊 是 我跟委員說明 你那內部都做對應 你都要不要把這個有問題的處理呢 那因為這個案子在這個相關的討論裡頭 有一些委員有不同的看法 那 很有不同看法 是我們我們會做決議 我們一定會做 所以你們到現在還沒有做決議 已經半年了 他前面的 所以照你們這種速度 國家都滅亡了 你們大概還在那邊研議 這個消息要怎麼處理 那一件案子比較 比較比較多討論啦 那其他的案子的話 我們就是剛剛講 今年的案子 我們就是會讓這個倫理委員會的 這個召開的頻率會 這個我 至少我舉例關係這個案子 他已經到了 他也 之前散播那個謠言的大學生 都已經法院都判完了 然後NHK連那個當初發文的 那一對母女都找到了 連我們當初 在新聞評論裡面 承認說他沒有求證的 也都證實了 然後你們現在還說 你們還在開會 不是還在開會 你們需不需要一點 促進血液循環的藥哈 沒有 我跟委員報告 他經過了這些相關的討論之後 我們委員會會決議 我們會來做決議 也就是我最後再問一句話 也就是那個案子到現在 雖然你們在9月17號大聲的說 如果違反公眾利益 導致妨礙公共秩序損害風俗 可以罰200萬 講得非常豪氣 半年之後到現在 你們還在開會 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 不是還在開會 是不是 是還沒有做最後的決議 對 就是你們還沒決議嘛 到現在你們要怎麼處理 都還在討論嘛 不然呢 你們決議出來了嗎 因為不同的委員之間有 不同的意見 結論 好了沒 決議出來了沒 還沒嘛 下個禮拜的委員會就會做決議 是嘛 所以你們還沒決議嘛 那我問你這樣有錯嗎 半年了 你們沒有決議嘛 不是嗎 我跟委員說 有一些案子在這個之後 他因為相關的程序 比較沒有那麼多 所以我們要很感謝你們 終於有些案子有處理就對了 不是 我跟委員報告 你知道現在民間在做 電視頻道大轉台 全民調查動起來這個動作嗎 你知道 你怎麼看待這樣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部分喔就是說 我也要跟委員報告 就這個部分因為 有人有提出這樣的疑慮的時候 我們就去問了相關的系統台 有沒有做這事情 我們有經過相關的調查 一個國家你搞到人民自己要去畫地圖說 這幾家小吃店為什麼都只看這一家媒體 一個 請問一下你代表你是不是政府的一份子 我當然是啊 目前是啊 你是政府的一份子 目前是啊 你是政府的一份子 這個政府你是相關議題的主管機關 搞到這個國家的人民必須自立救濟 因為他們覺得 我要看一個不要被壟斷的媒體 我還要想辦法一個一個標 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已經有做相關的調查 系統台並沒有在小吃店 或者是這些部分去做相關的設定 那至於說 這個店家為什麼他會去弄這個東西 這個實在這個可能需要取次 為什麼民眾要做這件事情 是因為我們也發現 今天早上所有委員都跟你問過 很多的媒體 包含報導的方式 報導的篇幅 報導的比例 非常有問題 民眾覺得我轉來轉去 或者是我連轉都沒機會 我被固定的要求我接受某些意識形態 跟這個新聞的結果 所以民眾只好自救 我真的覺得啦 我看到我們的民眾做這種地圖 跟做這種登錄 拍照 然後寫記錄 我覺得很可悲 也覺得很可恥 我還是跟委員報告 我們監理系統的業者 那我們事情一發生的時候 就是有這樣的事情 你可以繼續這樣解釋 我只要告訴你 所有 我今天不是跟你談政治政黨的問題 這邊都是民眾對於現況的不滿 對於現況的憂心 對於現況的不可思議 搞到民眾最後的結論是 所以我關掉電視都不要看好了 當然 那這樣對國家有沒有好處 非常有疑慮 何志偉 何志偉不在 羅明財委員發言 羅明財不在 蒋萬安委員發言 蒋萬安不在 主委你請 林德福委員發言 林德福不在 周春明委員發言 周春明 周春明不在 廖國棟委員發言 廖國棟 廖國棟不在 吳智陽委員發言 吳智陽 吳智陽不在 總統趙委員發言 總統趙 總統趙不在 登記執行委員 均已經發言完畢 做以下的決定 一 報告及巡查完畢 二 委員許志華 何欣誠 陳明文 何志偉 所提書面執行列入紀錄幣刊登公報 三 委員於 執行中要求提供相關書面資料 或未及答覆部分 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盡速與書面答覆 休息 星期三上午 九時 繼續開會 謝謝 請 rights améric 皇下 team 請我要 watching DAVID 請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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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 制裁週末日 他不愿意挂一张 这不行